1126挺善良 縣長支持蘇清泉好不好 好 1126挺善良 市長支持周家綺好不好 好 我們最帥氣 然後我們的情史水牛精神的清泉院長 還有我們認真 我們在最後打拚我們的周家綺未來的市長 然後另外我們的韓國瑜 我們的韓市長 還有我們的在場的立法委員 我們的縣議員跟縣議員參選人 還有個代表們以及屏東的鄉親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我要考大家一個問題 你知道羅志祥最愛屏東對不對 對 你知道全台灣我輔選縣市長到過最多的地方是哪裡 屏東 來 這一題難喔 我到屏東浮選幾次 十次 都知道 十次了 今天是第十次 十全十美 蘇清泉都算對不對 對 我要告訴大家 我每次來屏東 真的都被我們蘇院長感動到 但今天來這裡 我不是來跟他談感動的 我要跟他 跟他報告兩個消息 很重要兩個消息 一個好消息 一個壞消息 你們要不要先聽好消息 你知道 囂張的民進黨 最近他們開始在檢討他們的整個全國的選情 已經把戰略調整為 只贏3加1就好了 什麼叫3加1你知道嗎 什麼叫3加1 本來說南部四個都一定是他的啦 現在南部有一個只能講加1啦 加1是什麼 如果拼到就算是撿到啦 已經在危險了 是哪一個地方 屏東 哪一個地方 屏東 是誰把努力把我們屏東打出一片天的是誰 蘇清泉 好 所以告訴大家這個好消息 但是我接下來跟大家講一個壞消息 民進黨現在因為在北台灣處處碰壁 現在已經打得灰頭土臉 所以現在我跟大家講這兩天 報禮拜託大家要注意喔 我跟大家警告喔 你知道屏東 我們在民進黨過去選舉 全台灣都會出所謂的奧博 大家說對不對 對 你知道這次奧博會出在哪裡嗎 小心喔 會出在屏東 為什麼 因為屏東3加1啦 很危險啦 一定他們就要在屏東 要把它扳過來喔 但是我們有信心讓蘇清泉當選對不對 對 我告訴大家 來到屏東 是我感受到 其實大家喔 最能夠看待台灣 看待屏東 無分藍綠的地方 因為真的我在蘇清泉院長身上 看到了超越藍綠的精神 你有沒有發現過去這段時間 蘇清泉院長他就是一步一腳印的耕耘 他沒有去分藍綠對不對 只要為屏東好他都全力以赴對不對 對 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嗎 因為他的工作是什麼 醫生啊 醫生看病有沒有分藍綠 對 我來到屏東遇到真的太多感動的事情 我陪著蘇清泉院長走在街上 就會有人跟我講說 我一定等候蘇清泉 我說是你選擇 他說因為我的命他救的啦 我的命他救的啦 蘇清泉這輩子 本來可以在美國當個醫生 在美國生活 一定要來到屏東 從屏東開始 來去照顧鄉親 成立醫院 救了很多人對不對 對 這麼棒的醫生 要不要讓他當屏東縣長 要 我要再跟大家講第二件事情 實際上我們在屏東我看到了 真的是 很多包括民進黨的朋友 其實也非常肯定蘇院長 覺得蘇院長是真真正正號 能夠做到20年前 民進黨所標榜的一個精神 叫做清廉情政愛鄉土 大家說對不對 對 為什麼大家開始把心轉向蘇清泉 因為現在的民進黨 讓大家太失望了 以前民進黨叫清廉情政愛鄉土 我跟大家講 現在民進黨叫做 黑金懶惰愛台幣對不對 我講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 全台灣現在都在發生 我們現在台灣 有詐騙集團 辱人虐殺 在淡水跟清浦 破獲六十幾個受害人 有三個被虐殺 你以為只有六十幾個嗎 我告訴大家 他媽媽被抓去關起來 被虐待 在死之前 跟同樣被抓的人說 拜託你跟我的孩子說一句話 說媽媽對不起你 媽媽很愛你 他媽媽到底哪裡對不起兒子 有嗎 沒有 他媽媽只是找個工作 就像我們會去找工作一樣 什麼時候找工作 竟然會一去不回頭 兒子很難過的說 我跟我媽媽 因為是單親媽媽 我們曾經顛沛流離 我們曾經積寒交迫 我們曾經分別再相聚 我們度過了無數的困難 卻度不過詐騙集團的零月死節 你聽了心不心痛 這個故事在全台灣都有 你知道嗎 所以今天為什麼人民在覺醒 我也告訴大家 民進黨在屏東 真的讓人家很失望 你知道 蘇清泉 他現在的對手姓什麼 告訴我 姓什麼 你們都沒搞清楚 他對手姓潘啦 叫潘春明你知道嗎 屏東民進黨 至於講的民進黨 現在屏東沒有民進黨 只有什麼黨 只有孟安黨啦 連民進黨自己都看不下去 我還陪著蘇清泉參加過 民進黨現議員提名參選的 肇事場合 你有見過這種情形嗎 有沒有 因為連民進黨自己都看不下去 這一場選舉我告訴大家 屏東是我們今天超越藍 對 對 所以 不要辜負羅志強 第十次來屏東喔 今天回家 每個人拉十票好不好 好 也不要辜負我們蘇清泉 這一輩子為屏東這塊土地奉獻 他真的很愛屏東 一起讓屏東變天 屏東翻轉 蘇清泉當選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他是澎湖浮澎喜來燈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二十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在加分 我們會不會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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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